三思史在宋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 就是国家的财政部长 张芳萍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 张芳萍在做三思史的时候 他利用他的职权身为财政部长 管着这件事 却买了在他管下的妇人出让的物业 就遭到了包整的弹劾 包整弹劾他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包整甚至跑到宰乡的办公室去 指着宰相的鼻子说 张芳萍这个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为什么你们还让他在三思史的位置上待着 于是在包整的大力弹劾之下 这个张芳萍就被撤了三思史 张芳萍被撤了之后 就换了一个宋齐上去 宋齐上去之后 包整又开始弹劾宋齐 在包整的弹劾之下 这个宋齐就主动提出辞职 所以这个三思史的位置 就又一次的被腾空了 我们知道三思史是管财政的 财政的事物非常繁杂 所以三思史的人选 一向是比较难找的 张芳萍能干 可是道德上有瑕疵 宋齐呢 马马虎虎也可以干 但是宋齐也有其他的问题 这两个人都下去了 再找第三个人就很难 那于是皇帝就想到了谁呢 包整 皇帝就让包整上 让包整来接任这个三思史 包整在此之前 其实还是有财政方面的历练的 他在地方上管过财政 在中央财政部里边也做过 所以包整就 二话没说 就接了这个三思史 欧阳修骂包整不廉耻 就发生在这个关节点上 欧阳修为什么骂包整不廉耻呢 或者说骂包整丧失了廉耻呢 很简单啊 你看 我们就看表面上看嘛 欧阳修是说 包整这个人是个好人 正直的人 他确实没有什么贪赃忘法的行为 但是你看三思史这件事 张芳萍做 包整把他弹下去了 然后呢 换上去宋琪做 包整又把他弹下去了 那现在呢 就换上包整自己做 这不等于什么 这就等于说 包整想要做三思史 所以才会接二连三的 把张芳萍宋琪都弹下去 然后就为了给自己 腾这个位子 欧阳修说 我知道你包整心里头 并不想要三思史这个位置 但是你如果做了 这个三思史的话 你怎么能够让别人 相信你并不是 为了自己要做这个三思史 才去谈张芳萍 才去谈宋琪的呢 欧阳修说 为了包整的名声 包整不应该做这个三思史 包整应该辞职 欧阳修这么一说 包整也觉得 似乎是有些道理的 于是包整呢 也就回家去 待了一些日子 像皇帝表示说 我不干了 你另外找一人吧 但是皇帝说 我找不着其他人呢 那包整还得你来吧 然后包整最终还是来了 并且包整这个三思史 做的是非常称职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